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編小編現在底銷售部 介紹這蘋果醋每瓶300塊 還有這個蘋果乾現在特價小包的特價176 有貨有貨現在有貨再來就是這個蘋果啦 不過蘋果真的是來不及一包 現在有這個袋裝的 袋裝的就是主要都還是給現場的客人可以拿著走 袋裝的一袋兩台金300塊 這都是富士蘋果 這個咬下去真的很好吃喔 中午時間會比較多客人 大家吃飽了會準備來採買一下 還有大箱的啦 大箱的陸陸續續都有在進貨 不過現在就是真的就是包的能力還不足啊 來蘋果乾 蘋果乾 這個也是現在很搶手喔 我聽說假日的話這邊都變空的齁 像空城一樣齁 大家的振興消費真的都很強齁 好銷售部介紹了 我們來去看松爐齁 來我們走過去松爐齁 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松爐現在齁 有真的已經是尾聲了啦 不過還有一些些枫葉齁 大家在太陽照射下其實還是很漂亮的齁 我們過去看一下 喔喔喔 對對對 來 這個這個 有人在問這個 這個是什麼 哈哈哈哈 怎麼農場會放一顆這個的公仔 好啦 那個齁 有到農場的齁 大概會知道農場在幾個地方會擺一個叫做北瓜齁 福壽北瓜齁 那其實是山上的特產齁 所以我們做成一個北瓜公仔齁 北瓜的娃娃在那邊給大家拍 來走過來 再一 我們銷售部走出來齁 就是松爐啦齁 對 大家都很厲害 都藥出來的那個北瓜 今天 雖然說是今天拜祀齁齁 還是有不少人齁 十二月 喔今天九號了呢 其實我們 楓葉齁 能撐到十二月初就算不錯了齁 那現在全農場的楓葉 也就剩這邊啊 沒有錯沒有錯齁 整這整顆好好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說整顆好了 這個就是你看 其實最旁邊最右邊那個已經都掉完葉子齁 還有旁邊的松樹 有綠 有紅 有藍 好啦 松爐楓葉的維生 因為其實還蠻漂亮的 小朋友還是分享給大家 不過可以看到 前面齁 十一月轉色的葉子 都已經掉了 現在都是 後期的齁 最尾巴的齁 你看齁 雖然 雖然比較稀稀弱弱 但是齁 它可以透到後面看到藍天 也是很漂亮欸 哇 有人一直說農場的楓葉很醜 剛才唄啊 真的是 真的是用什麼心情 就看出什麼美景 有好心情 什麼景都是美的齁 來山上其實現在很乾燥齁 像我這樣講話講一講 那個嘴巴 那個嘴唇都會 都會開始有一點裂開的感覺齁 記得 抹個護唇膏齁 厚一點 沒關係 這樣子不但拍照起來齁 嘴巴會 嘴唇會 那個什麼 唇 那個 鮮艷玉滴啊齁 然後 重點是現在真的是太乾燥了齁 可以看到有一些我們 我們楓葉有一些也都是乾掉 齁 真的齁 心情好看什麼都漂亮齁 齁 你看其實 其實 真的是剩下 剩下這一些齁 大部分的枝條上面的葉子 都已經掉下來齁 沒有 小編也沒有特別拍 就是找 找這個 我覺得漂亮的角度拍 拍出來給大家欣賞 那如果一直 一直有人要來 繞話齁 說要找小編都被小編騙上來的齁 拍謝齁 小編不露臉就是為了這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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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怕被你們打捏 然後說都被你們上來捏 其實沒有啊 其實真的 齁 大家 既然來到農場齁 就好好的放鬆的欣賞一下 我們的 山上的景色啦齁 換個角度 像我很喜歡這個逆光齁 你看 逆光下 和剛才那邊照過來 完全不一樣啦齁 還是很漂亮啊 真的 我覺得還是很漂亮啊齁 不過真的 他是尾巴的 真的是尾巴的 呃 大家可以 如果比較有空的話 跳到前面齁 看我們11月中旬 11月底的 影片齁 直播影片 真的是差很多齁 齁 那現在是尾聲的話 大家就是要抓角度啦齁 像小邊 抓這個 我很喜歡的角度齁 你看 還是滿滿的 你看還有綠色的呢 嗯 哇 緊緊還跟我綠色齁 再加上這個 夭壽光 不是 那個 太陽光齁 那齁 這個 波光 藍藍這樣子 打下來 哇 真的 光線透下來齁 真的 美齁 沒有沒有沒有 換一個角度 那邊拍的不好看 就換一個角度嘛 齁 總會有自己喜歡的角度齁 我覺得 這些姊姊們都很會拍 齁 齁 你看看那角度 他們抓的其實都很漂亮啊 不要說小邊用手機仔魚 齁 一樣 可以拍的美美的 齁 不過齁 可以看到就是 比較前面 樹梢的地方齁 因為風比較強 比較冷 他們 比較早轉射的 齁 都掉的差不多啦 齁 來我這邊拍個小品 我覺得現在這個光真的很漂亮 欸 我調整一下 拍個小品給大家齁 大家可以截圖一下 下面個小品 小品就是 特寫然後沒有人 齁 來 一樣齁 把那個光線再調低一點齁 那 楓葉會明顯一點 那剛好後面 後面那個松樹齁 擋到光齁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子 後面是黑色的 然後葉子 楓葉這樣出來 哇 漂亮喔 截圖截圖截圖 哈哈哈哈 欸我們的 松茹的長葉風齁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很輕薄 齁 然後光 光線灑下來的時候 他是 透光的齁 所以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色彩 這就是我們松茹 風紅的特色啊 逆光拍齁 找個角度逆光拍一下 真的很漂亮 哇 好啦 現在 中午的時間齁 其實光線是最強 但是 大家 中午 雖然山上涼涼的齁 現在 現在外面12度13度左右 陰影下的話12度13度齁 但是齁 不要小看這個太陽 雖然 照起來暖暖的齁 但是 這個會曬傷齁 這個曬個20分鐘就曬傷了齁 不要小看他齁 所以啦 帽子要戴著 帽子戴著 如果沒有擦防曬的話 真的 帽子啊 袖子不要捲起來啊 然後 尤其是臉和眼睛那 臉和眼睛那 臉和眼睛那的地方齁 容易曬傷齁 而且像 小便剛才有講齁 就是 現在山上是乾冷齁 如果那個風吹到容易 我們說 皮膚感覺會裂開很一樣齁 所以要補一些油齁 塗一些潤糊 那個糊糊的齁 所以 我們 我們農場有寄賣那個 清淨農場的 乳液啊 糊糊啊 這個 上個月也都賣得很好 架上的都是 都賣光光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上來要保養啊 加上我們 清淨農場油廠的 他們的保養品還不錯齁 畢竟是公家不敢亂來齁 大家都可以參考使用 你看 雖然 雖然是尾聲齁 大家可以 稍微 找個 不錯的 位置齁 這樣 拍一下 比起 11月 現在算 沒那麼多人了 齁 有 有家人前幾天來度假齁 歡迎 歡迎 山上現在真的是秋高氣爽 雖然已經冬天了 不過 天氣我們覺得是還蠻舒服的齁 小編昨天有分享齁 就是 合環山的武嶺到 合環山莊齁 大概 31K到33K 台14甲線 31到33K 這個路段齁 如果晚上的話 要小心 尤其是凌晨的時候 他路邊容易結冰 那段要小心齁 我們公務段和我們警察 警察大人們齁 都擺設三角錐 在山上看到三角錐齁 那個都不是 放著開玩笑的 不是 障礙賽的齁 那個就是 要注意 看到 路上有小紅帽 請小心齁 小紅帽就是 小紅帽就是 在三角錐啦 對 來到農場就是 給他拍好拍滿 拍到記憶卡爆掉齁 齁 難得出來玩齁 你看 其實還在變色捏 還有綠色的捏 但是真的是尾聲了啦齁 如果到鴛鴦湖去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空 走去鴛鴦湖 鴛鴦湖的話 現在是全部的葉子都掉光了 真的非常有冬天的感覺 這角度好美齁 拍起來還是很多 拍起來還是很多 照片照片 好 有到我們農場的 一樣齁 歡迎到松茹 欣賞一下 這個 豐紅的尾巴 齁 欸真的啦 農場一年四季齁 這年四季齁 整天早上到晚上都 景色都不一樣 但是在山上就是 其實齁 到山上你登高望遠 看那些遠山 看那些美景的話 心情就要放鬆一點 那再更鬆一點的話 你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景色 你都覺得漂亮 齁 然後咧 我們松茹庭院 看完了 我們繞過去看一下 齁 你看這個前面 三個月變色的 現在都剩下 剩下樹枝啊 齁 然後還有現在有一點 來捶一點風了齁 你看 剩下樹枝啊 康康啊 齁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上個月 很漂亮的第一顆 齁 現在這個月是 葉子 軟軟拉掉掉啊 哈哈 可以看到其實這整個 變成冬天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很快 你看 風一來 葉子又掉更多 齁 你看從另外一邊 這邊 順光拍下去齁 看起來就這樣 乾乾齁 沒好看 這個其實要 要有特殊的鏡頭 要有那個偏光鏡 會拍起來比較好看 但是 手機沒辦法 手機齁 就逆光拍吧 哈哈哈哈 冬天的景色 OK 這個 你看這個種子 其實 嗯 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的感覺 好我們繞過去 另外一邊齁 另外一邊現在 因為有陽光 啊這個這個 這個紅莓 紅莓 紅莓 這紅莓有點早喔 通常是一月在開的 現在十二月它就在開了 唉 來對一下膠 我們這個紅色的這個莓 因為它會 紅得很漂亮齁 所以我們叫它 胭脂莓齁 就像 水公牛啊 抹眼鏡啊 胭脂的 那種顏色齁 那還會有更紅 紅到 燕紅的那種 霉花 我們叫胭脂莓 啊 普通都是像 粉紅色的 我們就稱它 紅莓啊 你看這個 哇 啊 那個 松爐的進 那個窗戶 反射這個 風紅 不過它反射那邊 好像都掉光了 嘞 來 我走過來看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好一點 啊沒有啊 第一顆 因為第一顆就是 都缺了紅線耶齁 所以它 變紅的快 弱的也快 十二月的話 前面這一顆啊 就是右手邊這一顆 大概都掉光光了 不過裡面因為 裡面的楓葉 因為受到前面的保護 所以它是 現在是慢慢的變色啊 那因為 松爐右側這邊齁 它是在柳山樹林裡面齁 那柳山它容易掉一些 比較粗的枝條下來 可以看到 其實 上面的枝條會比較凌亂一點 這邊要怎麼拍比較好 嘖 期待有大師分享啊 這邊要怎麼拍 我覺得一樣就是 低角度這樣拍上去 會比較好看 等一下拍看看 這裡現在人 有比較多一些 哎呀 欸其實走到後面這邊 這邊因為是在樹蔭下 要拍比較 拍人的話其實還蠻漂亮的 但是也是要找一下 角度 喔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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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逆光下好看喔 欸 欸 情侶裝 夫妻裝 哈哈哈哈 挑紋的欸 這樣這樣這樣 有漂亮喔 哇 因為這一片就是 被旁邊的樹包圍 所以這 這一片會比較 晚變色 你看還有一些綠色的 然後這一棵 這一棵的樹形我覺得很優美啊 這棵也是在樹裡面 可是它為什麼會比較早 變紅 然後比較早落葉呢 後面有那個鐵皮屋 煞風景 哈哈哈哈 不然其實這一棵的樹形 真的很漂亮 嗯 瞧看看有什麼角度 嗯 這樣往上拍呢 嗯 後面很雜 好 放棄 這個啦 往上面拍這樣子 有樹枝 這樣 好啦 因為這一個角度 風會在這邊 就是 卡在這邊 我要怎麼講 有點像那個 漩渦那樣子 風吹過來 然後在這邊打轉 所以這一區的 風葉它比較早變色 因為這邊會比較 比較早變 涼 可以看到現在多變樹枝了 這些就是 漲個月很漂亮 好 率先轉色的這一顆 現在都掉光光 那這一顆的樹形 很漂亮 但是它後面背景很雜 可能需要找一下角度拍啊 蘋果採完了嗎 其實我們 大家 參觀 可以看到的蘋果園 就是我們下果區的果樹觀察區的蘋果 它只是冰山一角 沒錯 沒錯 雖然看起來很多 但是它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最主要的蘋果園 都在我們日茶場 就是福壽山莊 和茶場 那一整片 那邊的話 是我們蘋果的主力 現在正在努力的採收當中 你看風吹過來 葉子就隨風而入啊 我還是想找到的角度 但是 真是找不出來 比較好漂亮的角度 好啦 這邊是 松爐 嗯 右側的 好啊 竟然來了 走過去 再看另外一邊 好啦 這就是松爐現在的風況啊 真的是尾聲的 然後不要再說 小編拍的那麼漂亮 都騙大家上來 就真的 其實還 找一些角度拍起來 還是很美 我覺得真的 農場的景色就是這樣子 那 如果你秋天來不及 欣賞到冬天來的話 你就放鬆 放下 這個 都市 在城市裡面的 那種 紛紛 老老 到山上就放鬆 縱使是看這些枯斯 齁 然後 還是有這些遠山相陪啊 齁 來 用我們 最後這個 角度的 風紅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這邊還是很美 齁 大家掰掰啦 大家 大家掰掰啦 大家 大家 大家